基隆市新任消防局长尤嘉义在3月1号走马上任 他曾担任台北市消防局副局长 学经力丰富 市长谢果良期许新任局长尤嘉义 延续消防的亮点政策 也积极创新 带领消防同仁来打造更安全的基隆城市 我们基隆市现在有新的消防局长 那加义局长是台大 我记得是土木所的博士的工程的专业 那我相信未来对这个各项业务一定有一个方法 那局长我之前在这个比如说欧卡救援回来 成功的话也可以奖金不乱买 或者是说我想要做这种迷迷小型的 符合基隆这些单区的小型的这种消防车 这都是未来我们已经在推或想推的业务 那因为基隆的地理环境 常常会发现都是巷弄比较狭小的城市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消防救援的时候 其实我们需要一个小型的选箱车 那这样可以让我们的救灾的同仁 能够更接近在的现场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有关于像是哪个比较 你谈到的这个欧卡救火力 就是我们到达现场 很严重是没有呼吸心跳的 那我们必须实施一些已救的程序 那我们当然希望说能够把这个囤火力提升 欧卡我们把他救回来 其实通常影响的不是只有他个 而是甚至他背后的两个家庭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市民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 那这个方面我们也会来 开心我们 有家业务局长 上任还积极帮忙市政 我们一起努力让消防业务更好吧 我们加油 没问题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请您带来